世尊 凡民不切凡 缘被证得 为是庆重 顾好世尊 在中国 我们习惯 对我们所尊重的人 都加上 这样一个好 在佛法里面 也如此 这是一般人 对佛尊重的称号 称为 世尊 这个世 世出世界 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这个人 我们平常说 这个尊敬的 孟孟先生 用尊敬的 这个世尊 是尊敬的意思 凡文 称不切凡 语言被语中的 有德行的人 语言满的德行 他都能够具备 那在我们中国 那在我们中国 讲德行 十二个字 孝体中心 离异廉耻 仍爱和平 他统统具处 这时 这得人尊敬 在佛法里面 讲德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业 这都是得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为一 还是得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也是得 你看 学 就是独送大乘 你看得奖了 诗句里头 得奖了九句 学只奖一句 独送大乘 后面是 劝尽心者 那是 教化众生 从这个地方看呢 佛法 多么重视 德行 不是语言被动得 那怎么能成佛呢 由此可知 圆满的德行 是在自信里头 本来具有的 不是外面 不是外面学到的 全是信德了 明白这个之后 底子归上 123章是信德 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 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做人的根本 于是 违背要信德了 佛菩萨 这就圆满了 这就圆满了 这是世间人 所尊重的 所尽量的 称之为 是 是 是